这个造夹,你们看一下,台湾药房里面可能都没有,我从美国带回来,应该造夹长的样子 那我们使用造夹的时候,是你一撇就断了,因为干的嘛,一撇就断了,那也是放到那个玻璃里面打碎掉,然后再去煮造夹 那个造夹呢,三百一十五 造夹里面还有一个,叫造夹,造夹就是枣树上面的那个勾勾的,那一般我们用到造夹,造夹比造夹还强,还凶悍,好, 那张仲锦呢,使用到造夹,那造夹是你想想看,造夹过去我们肥皂,没有肥皂的时候,我们用造夹来洗衣服的 你这样拿造夹这样洗,不会出来的,就一定要拿个砧板,那个木头到河边,然后把那个造夹放到水里面去,然后过来衣服上打,打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泡沫出来,泡沫出来以后再去洗,所以要用以前敲的,打打打,才会出泡沫 当然现在没有人用造夹去洗衣服,吓死人,那个不是整人吗,那我们终要用造夹,造夹为什么,造夹是简性的 所以我们去很龙左很黄左的弹的时候,我们会用到造夹,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用了很多,很多那时候抽鸦片的人很多啊,抽鸦片的人的时候,喉咙里面都是弹 那比抽鸦的人弹还多,那我们用造夹,那造夹的时候来清弹,那造夹你顾名思义,它是碱性的嘛,因为它洗衣服,碱性的东西 那你胃是酸的,那你如果说光是造夹一下去,胃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会配合红枣,只要你记得保护胃,你就一定要加红枣在里面 那造夹跟红枣配起来就变成我们很有名的汤记,专门来清肺里面的龙潭,浊潭,成年的老潭 你如果用造夹来清肺里面的痰,这个任何的都不管它多老,多成旧的痰,多成年的痰,十几年的痰在里面,给你通通清掉 这个清痰的时候吃完它不会吐,大便排出来,造夹一清的大便排出来,清出来,黑的 尤其抽鸦的人,你吃那个造夹一清的大便都清出来,还有烟味的,还有香烟味的 造夹呢,你看他为这个性味,为心咸,性温有小毒,心辣有咸味,这种攻坚的效果 那造夹呢,主制为通窍收封拔毒杀虫,非常的凶,这个药我用了很多,造夹 一般都是三钱,三钱起跳,如果比如个子大点,四钱五钱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自动,这叫什么,这叫直觉反应,开了造夹,你就要大早 好,一定配合在一起,了解我意思吧,就自动化,好,不要去讲,好,自动化 那,这个,像它那个,像这个组织的下方,破坚针,有没有,至长庸,肠子里面画龙啊,好,肚子痛,好,龙羊都可以使用 好,这个,汪姬那部分,你看,烧烟熏,酒粒脱钢,你看这个造夹就烧了烟,好,我们有很多熏钢的方法 那个,钢门那个,身窗烂掉,不能收口,好,而那个,那个,这个,我们使用呢,比如说你,那个,你拿个瓦片,好,下面烧火 屁股不要坐到瓦片上面,好,要有点common sense,你可以坐个,中间一个洞嘛,好,然后,下面一个,那个,那个,那个火,火炉,然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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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瓦片在上面,隔,隔一段距离 比如说你放的是熊黄,熊黄下面一放一加热,熊黄加热变成皮霜 但是它那个烟 一起来是青色的烟 那个很毒啊 所以你说你的肛门 那个有收口 不能收口 或者开刀有楼管 那我们叫你自己去烧 对 我就告诉你 你自己回家烧 不然的话你烧完 我在旁边 我昏倒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散 散一个阴点 那就是我们收口 使用肛门的楼管 那个熊黄杀菌的力量很强 因为披霜嘛 下去什么都给你杀掉了 那你在熏的时候 你就记得 我跟你讲的是皮疗 那你用布袋 把脖子里面遮住 绑住 像那个剪头发一样 绑住 一熏常来出租 在下面 对不对 鼻子闻不到 或者你再小心一点 鼻子带个口罩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或者你把它隔住 想尽办法 闻不到那个味道 肛门给它闻到没关系 就是要肛门闻到 一心 扎菌的力量很强 收口 楼管都可以收 他这里讲的不是 你说老生楼管 造假没有用 造假托钢 托钢 托钢的时候 使用 当然我们处方也有 汤记也有 外用的也可以 外用的也可以 那 禁忌 好 注意看一下 一般来说 肺里面有 龙坛 灼 焦坛 尤其这种焦坛 老年人呢 抽烟的人 抽烟的人 抽马飞的人 抽鸦片的人 抽鸦片 抽烟的人 都会有这种焦坛 这个飞造假 不行 别的药去不掉 因为造假是强解 强解 注意看 造假刺 造假是造出的刺 为心性温无毒 他没有什么毒 收风 那那个里面的功能 注意看 公同造假 但力更 风 更 更强 所以说 像 喉咙 堵塞住 我们都可以使用 这个 这个 造假刺 然后 还有用 溃烂的 那我们 我诊所呢 造假跟造假刺 都有了 整个美国 我不怕缺货 因为美国只有我一个人进 一个人在用 所以不会缺货 你放心好了 好 我自己希望人家不会用 我一个人用就好了 因为你 假期你起不来啊 还货那么多的产量 就我一个人 对吧 最怕就是 大家都在抢那个药 药的产量不多 完了 药价就上来了 好